現在講完之後 好 這個動物都很刺激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耶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 應該可能來吃得很漂亮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 什麼東西 對啦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 這次來吃得很漂亮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处长带领我们所有金发处所有的同仁 让青年朋友留乡返乡很重要 第一个县政府努力在做招商 那就是让愿意在彰化上班的青年朋友 能够找到更高薪的一个工作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摆脱了最后一名的地心 我们赢过了五星级的一个城市 那第二个很重要是我们青年朋友很有才 我常常讲张话不怕没人才就怕没舞台 那县政府是搭这个舞台 让有为的青年朋友他们能够回乡返乡 努力的把这个让他们能够发光发热 我们来鼓励我们的青龙 能够创造自己的产品 也能够开发自己的市场 希望说我们的青龙能够开出一片天 让我们福西江来发光发亮 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些青龙 能够有好的收入跟经济上的收入 我们的交换县内18岁到45岁 后来夫妻两人回到我们三遍来重农 那他们做的东西非常的特色 最主要是他们之前在西班牙漫步在欧洲过程中 就发现这种静置的这种食品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们回来做友善的一个耕种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豌豆 我们一些菜呢把它变成这个静置的这个部分之外 很重要他们还做了一个是小白兔的这个食物 那而且回购率升得非常的高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型 让他们青年朋友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价值 那个生活的一个这个价值 那也要这个参与到我们这个青年的一个创业的基金 他们是在我们第三波里面就得到我们的创业基金 那总他们的理念非常受我们评审的一个青睐 所以给予最高奖金是30万元 那透过这样的来经营他自己的一个顺悦的一个农场 那把农场呢经营的有声有色 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县政府是搭这个平台 让更多有为的青年朋友能够返乡 能够留乡 那创造出自己的这个成就感 那创造出自己的一帆天地来 那在这边再次的恭喜我们顺悦农场 恭喜我们这个雨池跟我们的这个贤抗力 勇奸的他们的一个用心跟努力 那我们的处长本身是个品牌大师 他自己有两个品牌 所以呢在这个区块上面 就有赖于处长带领着我们这些青年朋友 一起向前走 在两年是四选三 那有一起一定要做相关的修根 第一个因为我们的稻米是这个盛产过盛 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能回乡做精致农业 那所以县政府除了这个青年创业的30万元的鼓励之外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智慧农业的一个补助 那在在就是希望青年返乡 其实你要从事从农的话 还是后面有一群非常重 非常这个专家能够陪伴你一起来成长 那未来粮食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过去大家认为说做产就没出产 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那农业的发展绝对也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也希望号召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返乡 一起留乡一起为彰化这块土地来努力 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他只要休息我们30个小时相关的产销人发财的创业课程 我们希望能够你在创业之前 对于整个未来营运上面的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 知识的了解之后 然后对我们提案 那今天这个顺岳农场 它是我们目前已经累积至补助50位的创业圆梦青年的其中一位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地方生根类的最高 比如说10万就让你办体验型的活动 所以希望创业一开始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副报吧 那希望你能够来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提案计划 然后我们的委员呢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能够给年轻人最棒最棒的建议 然后让你的降低你进入市场之后的一个阻碍 然后这是我们关于这个青年创业圆缝的 希望鼓励大家返香流香创业的一个 一个清发处可以给大家的一个帮助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去西班牙的朝圣旅行 然后发现说他们欧洲很多这种自制蔬菜 像台湾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像装潢瓜干 但是在欧洲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就用我们农员多长的蔬菜 然后开始去尝试制作 然后用台湾的谱醋 然后天荣香料 然后去调制那个酱汁 然后把它做成比较符合台湾的口味 比较不会过酸 因为像国外的话他们是用白酒做很酸 然后台湾的话我就用那个火醋 下去做调制那个醋汁 所以吃起来可以酸酸甜甜 然后你也可以入菜 像蒸鱼 然后炒肉片 然后当火锅餐底 也可以像剥皮辣椒那样的食用 或者是单纯的夹汉堡面包做啤酒都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有用那个欧式的香料去调制 所以比较属于像 有点像欧风的风味 它只是说醋汁跟香料比例我们有去调制 像在欧洲的话 因为他们还有各种蔬菜 都去制成这种醋汁罐头 只是说我们还在尝试说用其他的蔬菜下去做 当然目前的话就是大概我们现在有研发出五到六种这样 我之前是在那个就是中科上班 然后就是我们以前公司是做那种设备机台 就是像交给友达台湾店那一种 它就是比较客制化的一种一种机台制作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服务客人也是朝向客制化的方式 如果有客人想要吃什么就帮他种什么 然后去做一个生产这样 那我来教你怎么做这个 其实每个人在家里 因为在欧洲的话 他们这个处制蔬菜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就是很像我们自己在自己家里做烟黄瓜 烟小黄瓜一样 所以这一种蔬菜在欧洲他们的话 就是他们的欧洲泡菜 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种香料 然后有这个是意识香料 然后这个是胡椒粒 迷迭香 花椒 然后这个是石螺子 然后这个是盐 然后我们就是先把这个香料放进这个罐子里 火醋117 然后这个是糯米醋 可以用高粱 大概就是冬起来之后 放14天就会入味就可以吃 对 然后 也就是很烫 然后就是稍微烤一眼 然后烤肉 我做出来的这一瓶 两个礼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品尝看看 非常的棒 那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我们再一次的给火 咀嚼 淑 鸡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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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